常病毒目前的疫情是持续呈现下降 不过还是在流行期的当中 那另外在上周是有新增4例常病毒重症的确定病例 那另外一则的话主要就是台中有出现登革热的本土病例 那在新北的树林区也有发生登革热的群聚疫情 那首先我们看的是常病毒全国门急诊的就诊人次 那在上一周的就诊人次大概是17570人次 那叫前一周是下降了7.2% 有这个国庆廉价的关系 所以下降的这个幅度可能比较大 不过整体来看的话它还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针对未来一周的疫情预测 在常病毒的部分 目前我们还是研判疫情会持续的下降 那社区当中可能还是会有常病毒70亿型的这个活动 那另外在登革热的部分的话 就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有新增这个本土的群聚疫情 那在台中还有台南在上周也有新增本土的病例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疫情风险仍然持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